满意了吗 报沙特主帅不留情面 接抵国族逼平的真相 李肖鹏更大的麻烦在后边 大家好 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足球 聊聊大家非常关心的中国男足 那么视频开头依然希望大家能够给直言的视频 点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能够让更多关注中国足球的球迷看到直言的分享 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来聊一聊中国足球 聊一聊中国男足 我们都知道在昨天晚上 咱们广大国足球迷是看到了一场相当精彩 相当激烈的比赛 那么在国足第9场12强赛当中 我们是1比1踢平了对手 也是完成了一个12强赛状态上的扭转 可以说通过这次逼平小组投名沙特的方式 国足是给了广大球迷一个很好的态度 那么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足球重新崛起的希望 对吧 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呢 很多球迷也都对国足大家赞赏 因为这场比赛里 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曾经国足在场上没有去展现的东西 对吧 比如说球员们在场上敢于去做动作 那么一些以往停球的难题 在这场比赛里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再比如说国足个别球员 他们的实力表现 像戴伟俊 朱晨杰 在这场比赛里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面对所有这些 咱们很多球迷都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 甚至还有一些球迷表示 朱晨杰他的实力应该去留洋了 那么从这里就不难看出 这场比赛是让咱们国足去重启的希望 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那么当然重拾信心是一件好事 但是有些球迷因为单单这样一场比赛对国足大吹大擂就真的有些太早了 因为这一场比赛存在着很多客观的因素 而这些情况又左右了整个比赛 那么成为了国足去逼平沙特关键的原因 而且在本场比赛之后 那么沙特队主帅林纳德 他也是毫不留情的摊排了本场比赛的情况 可以说给国足球迷狠狠的上了一课 那么在这一场比赛之后 林纳德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明确表示 这一场比赛其实在自己看来真的不像是一场比赛 而像是一场友谊赛 因为自己的球队在这一场比赛里并没有提出百分百的实力 可以说在林纳德他的眼里 沙特队可能只提出了七八成的实力 而面对这样的比赛 沙特主教练认为 球队有两个原因导致注意力不够集中 一个是赛前 那么沙特队就已经知道自己提前拿到了世界杯的资格 不用再去担心出现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这场比赛 沙特队是在客场去空场作战 没有什么动力 那么因此 从沙特队教练这样的一番话 就真正给出了沙特队能够被国足去逼平的原因 那就是球队没用力 如果说沙特队在比赛当中全力出击的话 那么国足可能很早就提前的崩盘了 而且我们回看这场比赛 其实沙特教练他这样的一番话真的不是去放大化 而是一个真正的事实 这场比赛呢 我们看到除了比分之外 那么国足全场比赛控球率只有26.1% 整个控球率达不到37k 而且在社门方面国足是两次 但是沙特队是高达18次 所以这样的数据表现就足以体现出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真实的差距 所以可以说面对这样一场国足拼进全力才达到1比1的这样一个成绩 反而更加值得我们去思考 而从我个人角度来看 那么对于国足主教练李肖鹏来说 这场比赛远远不是球队最艰难的时刻 那么球队更大的考验恰恰还是在后面 在最后对决阿曼这场比赛当中 那么同为小组出现无望的球队 阿曼队的目标应该是和国足一样 那么就是通过后续的比赛去体现球队价值 去拼下一场胜利给全国球迷一个答复 所以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就不存在什么放水的问题 而面对这样的球队我们还能不能够去拿出成绩 那么这才是对于国足最终的一个考验 最后呢我们也期待着在本场比赛 国足能够逼平沙特的情况下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咱们国足队员们获得一些信息 那么在此之后我们也希望下一场比赛当中 国足球员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能够给全国球迷带来一个更加欣慰的答案 好那么本期视频呢就留到这里 喜欢听直言聊球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不迷路 有问题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提醒件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